因應武漢肺炎疫情 国家卫生研究院 启动疫苗开发计划 跟生物资计厂 推动四大疫苗开发平台 包含生态疫苗 DNA疫苗 重组病毒疫苗 以及次单元疫苗 经动物试验 进行免疫跟功效评估后 国卫院选定DNA疫苗 作为后续疫苗开发主轴 DNA疫苗是最近几年 在疫苗产业里面 非常重要的一个技术平台 那特别是在应付紧急疫情的时候 它就可以凸显它 快速可以进入 临床试验的一个特性 那这一个技术未来呢 就可以应用在 各种其他的紧急的疫情 国卫院说明 国内厂多以重组蛋白技术 开发疫苗 为分散开发风险 选定符合国际趋势的 DNA疫苗来开发 事实上目前到底哪一种 疫苗可以产生比较好的效果 也要到临床试验才知道 但是DNA疫苗事实上还有另外一个优势 就是说它会产生的免疫反应呢 会趋向TH1 那这个也是呢 WHO建议在发展 这个COVID-19的疫苗的时候呢 要特别注意的一个环节 国卫院选定DNA疫苗为开发主轴后 预计今年底进入人体临床实验 最快2021年的年中或年底 渴望上市 原事新闻 朱古已故 苗栗竹男采访报道